好了,我们在第三节开始给Eddie继续的时候 或者我先展示一张图,就是刚才第二节尾的时候 我们提及到几个不同的主要景,就是看通胀的发展分歧 让我先分享我的版面 好,这张图其实过去都给大家看过了 显示就是所谓的Nominal CPI,六个主要的经济体的一角 因为当中包括这个欧元区 所以就包括了这个图,我读一读,如果大家有机会有些字太小 最顶的CPI,绿色的线就是英国的CPI 黄色的线就是EU,就是欧元区的CPI 白色的线就是美国的CPI 这个蓝色的线就是加拿大的CPI 下面来说的话,就有两个亚洲的代表 这个紫、紫、地、色或者粉红色的线就是日本的 另外红色的就是中国 所以其实看到,就是正如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相对于欧洲的EU和英国来说的话 他们的CPI就超过得比较劲 然后就都在回落,不过回落的速度就比较慢一点 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美洲的,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CPI 就明显地是回落的,那个幅度是比较明确一点 但是就比较零色自有一格的,自成一格就是日本的CPI 那就是,人家基本上都开始放慢了 但是日本的CPI都仍然那个方向都是向上的 也都是,现在日本的CPI应该都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来最高的CPI 不过就即将离任的,就是还有三个月左右 他应该是四月离任的黑田 其实就仍然坚持,日本是需要继续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儘管现在日本的CPI已经是一倍于他们的通胀指标 但是仍然是不够这样,真是不知怎样才够 这个就交回来,下一任的,暂时都未知哪个接他的那个 那个烫手山户口,不过就交给下一任的日本洋行长 去想一下怎样拆解这个,一个比较减解的情况 这个通胀呢,除了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呢 其实南韩的通胀好像都挺厉害的 就是我跟一些当地人说,问回呢 就是这几年他说这些东西是贵得很夸张 但是人工又不能怎么涨 那还有就是跟我自己的感受 那跟食品的东西的价格比较有关系 因为韩国也跌了,但是在当地呢 就是计算港元,我又不觉得东西是特别便宜的 就是起码没有日本那种便宜的感觉那么厉害 所以感觉上韩国的东西似乎通胀都挺厉害的 Eddie,有没有什么看法呢?韩国的通胀? 食物方面是贵的,那些餐厅等等等等 其实可能食品价格等等等等 因为我上次去了市中心 其实我也录了一条片 在韩国江南地方其中一个中心叫Coax 那是一个展览会战的中心 有点像我们的九龙站 就是它有一个是在市区里面做完check-in之后 行李就可以直接送过去人村机场那里做了check-in 在那个地方我忍不住因为太挂着 虽然知道它没那么好吃 但是也很挂着点心 其实我们香港有两家比较出名的点心店 其实都在Coax附近开了一间餐厅 其中一间就是有米兰尼 米兰尼的星的店铺 应该叫做添好运 在那里有开店 另一间就是之前有支持人网的点点心 其实也是在那里有开店 我觉得点点心的质量更好 所以我就供了一个去点点心吃 但其实已经出名了 所以一排都已经排了一个多钟 我要在那里附近 即是跨来跨去等等 还有它IT的应用都好像很大陆那样 即是好像冷口高科技那样 不会派一张等票那张纸给你 而是要用CacaoTalk的一个功能 即是让你去等位 虽然我有CacaoTalk 但是我没有韓国号码 才拿到一个SMS才可以知道 那我说我没有 我游客来 难道没得吃呢 那就是用韓文和那个 接触者和他谈 最后都说你隔一个小时 就来吧 然后就会保持桌子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我吃那一餐 坦白说我一人吃到多少东西 我都吃过叉烧饭和一两楼点心 再开了壶茶 哇! 都吃两个水港元 我觉得雷总一口水一个人都觉得贵 要两个态座陪你这个价格 哇! 我觉得也有点贵 虽然COAX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中心 但是 哇! 我记得好像我在新闻菜街吃点点心 虽然那家在小巴旁边 好像几年前装修的东西贵了之外 都没有两个水一个人这么贵 我自己来说也觉得有点贵 那吃中餐就全世界 但是你只要不在香港吃 你不要用香港的价格 那都是贵的 那雷总我们有点东西分享 好! 因为刚才KO说到韩国的通胀情况 于是在你们讲的时候 我就在我报的Bloomberg 就立刻炒炒 这里就显示了韩国的白色线 就是那个名义的CPI 就是我们叫Normal CPI 那黄色线就是核心的CPI 就扣除了食品和牛原价格 那所以 你说 是不是很高 那当然了 如果你以那个Normal来说的话 现在大概是最新的12月份就是5% 那都是叫做 如果以过去10年20年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叫做偏高水平的 但是如果跟刚才之前 就是欧洲 美洲 甚至乎日本来说的话 就都不算叫太夸张 虽然 虽然刚才日本呢 是4%CPI 不过呢 日本的CPI已经是30年的高位 OK 因为他们之前太低了 日本就是OK 日本就维持了长时间的通缩 OK 所以就 不可以这样比较 但是 但是如果你看回韩国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那个CPI 如果以那个Normal来说的话 大概对上一次见到这个水平就是2008年 OK 如果是那个Core CPI的话 也都大概是2008年2009年 那就是也叫做是十多年的高位 但是 就是这个程度来说 就是没有日本 没有欧美那个通胀那么 那么客人听闻 老实说 但是当然也是高了的 很明显地是 所以 我想对一般的 就是韩国人来说 如果那个工资 并没有 就是跟得到的话 那么当然 一定是会感受到就是 那个通胀所带来的 那个消费力的 那个就是影响 这个一定肯定的 这个是 我看到就是一个报道 在KO的故乡 那么 哇 都挺夸张的 因为 UNIQLO 就是影响 哇 哇 我也没听过 就是 一加加40% 哇 加40% 大哥 就是不可思议 就是你们两位 试过加40%人工 但是小弟没试过 哇 一加40% 你还要去大公司 就是UNIQLO 加40%人工 都 真的挺夸张 那么似乎 就是听上去是一加 应该不会每年都加40% 那么恐怖 但是 所以你刚才说 就是 日本的CPI 就是 30年里面来说 最高 就是有去到4% 那我不知是one off加 还是怎样成 但是似乎 对于通胀 应该的压力 还是有在 但是 加40% 我想他之前可能是很 可能他已经开始感觉到 请人是困难 如果不是 我觉得他不会说 就是一加一加一加 那么多 那以你所知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 人工是多少 因为 大学生每年都仍然是 仍然是 9千多还是1万多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 那时候我年代 还是 喂 怎么搞错啊 大学生四位数字 不是吧 那时候仍然是 仍然是 仍然是 但是他说 这个政策就是 最近大学生的学生 就会是 255k 的日圆 加到300k 日圆 都加上18% 就是 比如你之前 BIG4做 1万元的薪金 加到12000 都加幅很大 如果30万日圆 乘6 那就是 18000港元左右 那 那 其实真的 很多年都没有加 如果你说 20-30万 我很多年前 听 可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听 都是差不多 20-30万 通胀是不会影响到 大学生的毕业 請 开一个 黑坑 請大学生 麻烦 那台贵手 多省 那 他 最后的 就是 一个新店店长 如果在第一 第二年 做这个 都加35% 都挺夸张的 虽然你说过去很多年没有加 但是一加这个金额 都挺夸张的 除了你说大学生 很多年没有加 其实日本另外一个 之前经常都说的 就是他的职业 就是职业性 其实都挺平均的 就算做十年 你有十年经验 他的差别跟一个新职业 你未必说会差很多 当然是一定会有 除了你升职 你会有一个差别 但是如果你不升职 你每年不跳 那个人工加幅会很少 还有就算是 可能高级级 都不会说成功差很多 那我想他是要拉闊 一些商业管理员 和一些新职业的差距 我们来想想 UNICRO这么贵的保耗 就是作为成份股 都要加40% 就是在大陆抄的那家 什么薪 什么优 什么的那家 那家就加50% 就是都挺跨的 你不要说人家抄 人家好像成功地在法院上 批判了他 他并没有抄成份的 在国内的法院 还是日本的法院 那乔丹牌都被判 乔丹牌都被判 乔丹牌 所以我刚才的重点就是 你究竟是 日本都经 做人民法院 还是北京人民法院 但是有一个差别很大的 雷总 那我说回市况 没理由拖到第四节都没说完 是 某约機油的差距 之前大约5元左右 现在已经到了5元的差距 某约机油87.6元 某约机油81元 紫宽氧的池 直接都会全部插入 雖然這陣子英國凍了少許 剛剛聽到今早有個新聞都很悲哀 應該有一位女士因為家裡沒有錢開過暖爐 就凍死了,這是非常悲哀的新聞 在這邊也是很慘 剛才你講到天然氣的價格是這麼下降 其實我見到就是剛才你說英國那邊有些不開心的事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個新聞或者消息 就說德國去到最新的一期 看回他們天然氣的儲備來講 很厲害,現在都接近九成的能力 是非常之高的 不知道德國那邊的人是很省省的情況 天然氣的儲備比過去同樣時期來講 高出都相當多 我想這當然對天然氣價格都會帶來一定的向下壓力 如果這個情況 如果是其他歐洲國家都有比較類似的情況來講 是吧? 對 對 對,沒錯 我沒有記錯 在年尾裏面來說都89% 就是有少許咬耀上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為什麼還在捐不捐炮耳的問題 還是這麼困難 因為坦白說現在的庫存 傳氣量都偏高 不是說這麼差 不過待會我們再講這個話題 繼續講完 今價已經是不聽雷種的長坦 已經去到19835了 我開始聽人說會去3,000 到3,000 我想你的美金 很濕紅 你的半指數要倒 倒到去80 70 到美金不相信 我覺得才會有機會 就是3,000 我都說了 你1,600這些位置 又不跟我說會3,000 1,935這些位置才說3,000 我真的非常之大戒心 不會無緣無故衝進去 連之前四位數字都不見 的Platium 都是去到1027 那裡有少許安慰也不錯 Bass Metal 也有點升幅 因為始終在大陸方面 就開關了 所以都有點炒勢 食品方面 絕大部分都回落 最終說到Crypto Crypto的炒風又升了一點 在Bitcoin方面 突破了2萬 上次就 現在已經去到2萬3位置 Ethereum 就已經去到1,600的位置 市況好一點 Crypto就出現好一點 只剩下幾分鐘 我在星期二中說了一個 在Netflix的業績是怎樣 因為過去Netflix跌得很厲害 因為去年同期的時候 迪士尼Plus的聲勢非常厲害 因為我不知道K.O.任務 但是我看到很多家長 我去探望他們家裡的時候 他們都做些電子奶嘴給他們 每個都是看著迪士尼Plus的平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政治正確 尤其是在美國的西岸 但是我看到一些內容 因為他們都不是很小 不是看Pepic Pig那些 是看外國版本的真情 前十多二十年就是Friends 現在有些不同的真情類 肥造劇那些 我看到他們的題材 不知道是我保守還是怎樣 所以Netflix上個季度上客的數字都不錯 因為我看到不同的內容都做得不錯 所以Netflix上個季度上客的數字都不錯 因為我看到不同的內容都做得不錯 所以開始有多一些人看回Netflix K.O.是否有些可以看一看 譬如其他技術的股票 譬如雷種暢淡要避開 他說不是要沽的 不過要避開 Tesla呢 我昨天都看到 現在好像是否大量六七% 因為昨晚aftermarket就是 出了業績 升多了 10% 不止6-7% 最多升10% 現在是8-9% 其實Tesla一直都是非常普通的 喜歡它的人都很喜歡 覺得這個技術股很厲害 在雷種眼中不喜歡它的話 就是普通車股 雷種抵抵抗 但是看到 所以很浪 我沒有建議大家拿股 還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又是雷種那邊贏 有時候就是 可能是Elon Musk的粉絲 那時候可能在炒AI 或者等等 因為他又快要出一個 即是Investor Relations Day 又可能會有些東西說出來 或者他可能公佈消息 即是1元 偷個SpaceX 進去 可能股價升到1000元 你真的 沽空那些 真是輸到混蛋 那真是很難說的 你知道是瘋的 那 所以如果以看數字來說 第四季好像都 破了預期 有沒有好像 之前兩年前 雷種經常做數 賣一些 carbon credit這樣沖著一條數 那些東西 其實這段時間還有幾多 你可以說三四分鐘 阿Sir先引説 接著就是 下次翻譯 其實昨天盤後就出了 昨天盤後就出了第四季的業績 那就無論是這個revenue和這個EPS 即收入和這個每股盈利 都是好過市場預期的 那我想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Elon Musk也都在業績會那裡說 就是因為它原本的管理 2023年就是 180萬部車的 就會賣180萬部車 那 有人就問他 其實你正在盤上 你的製造性能力 那為什麼你都只可以 180萬部車呢 其實他已經是 預計到2023年可能經濟情況 一般的 又或者是 會有些人附私的東西會發生 那他就說 其實如果二個 純粹計算產能的話 其實賣200萬部都是可以的 如果只要有這個需求 那也都因為他第四季的時候 其實都連環減價 那所以 其實都 他說 即是看到 銷售是超預期的 那所以呢 他也都說 其實真的有機會是賣到200萬部 那但是 其實很多媒體就已經 就是 我過分解讀了 其實我覺得有些過分解讀了 就說 他上條的銷售指引 就去到 今年是會買200萬部車的 那 這個就有些 有些少段章取緣了 那但是其實你說 第四季業績是不是真的 這麼漂亮呢 那我又覺得 一般般 因為 那你減價賣車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 那 那個 那 那個 GP margin 就跌到25.9% 那就已經是 就是近這五個季度 最差的GP margin 那另外 剛才 Eddie說的那件事情 其實 接下來的那個增長呢 就是 非常之 其實都很諷刺 因為 就是 Elon Musk 那就是 很反對民主黨的 那他很支持 就是共和黨 那但是 其實為什麼 接下來今年它會有增長呢 其實就是因為那個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那 因為通過了那個法案 那就會增加了對新能源的汽車的補貼 那就是 對一些 就是 就是 對一些 一些補貼的 一些補貼 那其實 就是 其實現在大家都不太看得透 那 今年 你可能 銷售是會做很多 但是 你的 margin 會做成怎樣呢 就是市場對它 賣車的那部分 的margin 還有幾分歧 但是 因為補貼多了 其實它每個季度 可能都已經會多了 1.5至2.5億的 美元的補貼 可能賺多了的 就 很大程度上 不離至於這裏 那 或者這一節 先說了那麼多 下一節再說多一點 都可以的 好 那我回來了 我們就 好